讲佛陀一百个故事 因为我以前是讲给儿子听的 我记得要出家 我就要给他学会 种下一个根 将来来世 未来世 有机会会萌芽的 所以为了别人你会进步 为了讲给我儿子听 为了讲给我太太听 我总要去收集一些 还要送他礼物 那我这样说的意思 这个慈心不要只会解释 娱乐 我要给众生快乐 看着你还没打酒 看着别人还想给 所以师父啊 不要看着别人要主动 而且我们比丘尼师父 比较小的 你不要看我 我也不会看你 那不行 大家好 欢迎来法会 要去打酒后 因为修行嘛 修行不是 不是用个性 修行是用佛性 你会记得 你每天打酒后 出家的人就是 我出家很快乐 出家很快乐 快乐家族 快乐民族 快乐净土 那既然讲词 我没坏心 问题你也没好心 那当然各位 让我们吹电风 让我们吃好 让我们坐好 让我们坐好 那一集 你的标情 你的公文 一切 不要让对方痛苦 只要给你快乐 而且把这个快乐 成为你生命的责任 那希望大家 多修这个 来 读一下 词无量心 无量无量无边 就是大的意思 所以我现在已经学校了 你也要学 我一个人在房间 我也在词无量心 看着博主 现在有网路 真的敲桌到天空 也敲桌不完 所以我昨天在查唐朝的 哇哇哇 死那么多 哇 那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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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念不完 三百位 所以写不完 我再过几天要去澳洲 一查资料 哇哇哇 这样啊 澳洲是罪犯的天堂 那罪犯四金都超多了 澳洲参加过二次大战 澳洲的原住民 和澳洲的宗教徒 澳洲的袋鼠 澳洲的牛 超度不完 但是你总要想办法 想办法 保持在慈心的状态 结果啊 你这样在你练习吧 你会发觉 你一直在快乐的心态 一直在快乐的心态 因为你一直想要表达 表达 关心对方 所以各位爱人 开心点是 每天笑 每天主动打招呼 好不好啊 做众生不请之勇 主动关怀对方 像我刚刚来 我这人比较避暑 不过我会绕一圈 我看义工菩萨在那边照顾啊 我打个招呼 那边喷水啊 用水啊 点灯啊 革西在那边修法啊 悠行的会拍照 然后你要表达欢喜 像各位在念大悲咒 我就跑去那边回向 回向 把大家的功德 我也来念大悲咒 供养消灾拔度 那当然我这样讲 如果各位要了解慈心的名相 那当然书籍里面很多 但是现在我讲的是实际的用 像弥勒菩萨一样 只要大口大口 老虎的话 跟他说老虎 会出口跟他说出口 他专门在通知别人这个了 而且一个严肃的道场 他要变成幽默 所以为什么弥勒菩萨放在五官堂 还有出家人的吃饭很严肃 好像都没有什么背心啊 所以他要演一出戏 来告诉磁心是什么 你给人家吃瘦心 柔软是什么 所以用布袋和尚的这种幽默 去波动中心背着众生的烦恼 也承担了众生的痛苦 放下烦恼承担众生 他经常拿一个布袋 他用这种形象度了多少众生 所以大部分人都认识布袋和尚 但是很少人认识弥勒菩萨 那这弥勒菩萨 他们家住在做我也知道 我们家餐天门口 会吃我们的弥勒 那我都知道 那弥勒菩萨为了要表达这个 那我想我们也要开始想这种 再来背大 大就是无分别 而且这个大也代表没有我在慈悲 各位你不可以说我对你很好 连这个也不可以 因为渍鼻是我们的本体 渍鼻是我们的本性 渍鼻是我们的实生 渍鼻是我们的实生 就好像说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空气 没有空气就要死 空气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停 所以这个大悲 看着众生胸胸 心肝就要叫 这个叫大悲 没有分别 你早上强奸我 你现在跌倒了 我想要救你 希望你好 没有过去心不可得 不会存在说 你曾经对不起我 我就是想要让你离苦 脱离痛苦 而且把让众生脱离痛苦 成为你生命存在的价值 我们换掉的 是为了要逐逼 没有为别的 所以各位 你家庭要快乐 不是改变对吧 用慈心悲心 对待你们家的人 你做不好的事 你下去跌 明天他们要安排我去 大聊女子监狱 然后呢我要庄严一点 因为我有 我安住空性 你来看我 你就进入空性 那就好了 所以 但是如果我有爱染心 嘿嘿 我就不能这一套 我都再见 所以各位 我叔叔说的 你手如果没有空 你去摸垃圾的 不要紧 你手如果有空 不能去摸 你自己还有分别爱染 那你千万不要着相 不然你就摸下去 所以 但是你自己觉得 我这一 我没有 我存心自问 没有了 不会 我虽然知道 男人很帅 女人很漂亮 我看一眼 但是心中 不能有那个想法 那样 冰淇淋好不好吃 好吃 但不吃 那样 我还会问 是不是香草 考虑一下 我只有吃香草 所以 但是 但是我心里面不会想 你不跟我说 我不会想 但是你要知道 你会不会 就像我看到别人在抽烟 哎呀 我是昏贵啦 我以前为了出家 已经刷了好几次 现在刷不好 但是我只好抽烟 很香 但是现在闻起来不香 但是没有欲望 但是我也不会骂他抽烟 所以各位 你不能说 我没有吃烟 去美人吃烟 这样也不对 只是因为 同情他 他就不了解乎乎了 他不了解乎乎了 他不了解乎乎了 他没有必要去吃烟 拿钱来点一根香 共用重心 空气很大 但是他不知道 所以我想 慈跟悲 前面有一个 有一个喜舍 就是一个冤亲平等 你不会喜欢这个 讨厌这个 而且他做好的 你比他还高兴 所以各位 你在那路边 看到老人看老人 心里很快乐 这个叫喜 真的百年好合 模范夫妻 你看到一个 女儿子 借她老母 太孝顺了 唉呀 随喜 那你看到一个 老大人 自己在路边走 没有人去抗 要嘛你就去抗 不然呢 你就一直给他费用 希望他走路平安 你就要求那些机会受幸 这个叫心 这个心态 是因为外在的 你浮出这个念头了 所以要大慈悲心 第二个 丙定心 没有分别 大家都知道 没有分别 简单说这个 你对待他这样 叫对待那样子 今天也要捧心 不关是老虎 大象 狮子 羊 猪 我们都平等 今天你会救物命有行的 你要帮助无行的 你看你怎么疼你的狗 你就要怎么疼所有的众生 如何优好你的背部 但是这个平等只是众生平等 还有一个叫法平等 什么叫法平等 关注 健康 这不是人为因素 那我都可以接受 叫平等 所以你命我 你对我好 我依然平等对待你 我用慈悲心 用平等心去做慈悲心 所以各位要记得 你今天你们老公也好 找我 你会吃醋 你赶快念那么 因为你没有平等心 你会觉得不高興 他为什么跟别人说话 人很爱民主 你跟出家人一样 我有人是在路边不行 还有有人帮供用我 我就很不好意思 旁边说我不是人喔 你不要帮我 他的心态也会现出来 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强迫信徒去做 我拿到红包 那我也会跟那位法师 阿弥陀佛 表达我对他的打招呼 而不是说我拿到红包 我跟他炒肥 那各位 平等心很简单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去练习吧 健康也好 發肥也好 有完好 没有也好 除了众生平等 法平等 用这样子的平等心 升起大悲心 念大悲祝 所以你对你老婆念大悲祝 你对众生都要念大悲祝 再来 无违心 无明言行 明白 因为 无违就是说 讲的小话就是说 不要有什么企图 那一句呢 因为就算你企图去做什么 结果也是都讲话 有违法都是变化无常虚幻的 那你既要有所求去做 结果都是苦的 因为 身必定是灭 所以现在各位做什么事情 要以无所求的 按住涅槃其境而去做 而去慈悲心 所以慈悲心是 无违心 那慈悲心必须有无所求的心态 无我分别的平等心去慈悲 不然如果有违法 你给你有所求的去做 那结果还是幻化 没有功德 义主公就像告诉我们 保持空性 那这里当然无违心也是平等心 平等心也是空观心 但是观音菩萨用各种方法 好能了解 所以今天我们去跟我们做念 不需要介绍我们是慈悲自业生命电视台 也不是为了前来 祝念就是祝念 你的努力就是我的努力 所以我念对方也是念我自己 所以有这个平等心 无所求的无违心 目的还是要圆满大慈悲心 但是 不管你乱努力 各位要了解 一切都回归平静 归零 就像你给你做的体重剂打下去 你稍等的胎一定要扭起 他就回来了 万法最后都是空无自信 所以那现在很痛很痛 现在很快乐 那这个快乐跟痛苦 它是一个缘起的夜暴 但是总会过去的 这个无违心并不是脱离法界 脱离任何事项 而是了解万事都是变化无常 所以我想金刚经要我们讲这个无违法 但是无违法你要从有违法去看 你不能离开有违法 这些时间大家聚会在一起 大家会分开 太阳出来太阳会下去 在一起的会分开 有生无不死 那你要从有的有违法 有违法去了解万法 终归无违 这样你就不会被这个变化有分别 所以无所求先去念大悲咒 反而大悲的力量就展现出来 再来 四五染灼心 这个老公 很多人问我说 叔父啊 我老公在打那边 帝总经我念几遍 我一天念二十遍好不好 我念一年好不好 我那时候都画得出来 那你这个是染灼心在念 我说你这样 力量不大 可能念了没什么功德 我老公在打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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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众生都会打那边 这打那边让我很烦 所以我开始来念大悲咒 希望所有打那边的人 我为了我的小孩在打那边 我念一遍